今天我們就開始說回我們上次最麻煩的就是要分政府 其實不是很難的,我們要想這個ASTC 因為我們現在要分政府,大家也記得這裡是0-360左右的一個圈 就是一個0-360度的一個圈,大家記得這個圈 由X軸開始,接著發向上,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有些事情要知道 我們要懂得分,那四個不同的象限究竟是正定虎 那四個不同的象限就是正定虎 好,OK?很簡單,我們有個考決的,A,SER A的時候,就OR淨 OR淨 S的時候,就是Side,X,是淨 T,就是T,X,是淨 C的時候,就是cos,X,是淨 那這裡說的是四個range 第一個 第一個 是說的是什麼? 0-90度 記得嗎? 那0-90度就是什麼? pi over 2 第二個 就是說的是什麼? 90度 至180度 270度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因為我們想分到答案是正定虎 因為這個會決定答案是正定虎 好 好 那現在做完了 做完四個了 那就是說呢,它的倒數會是怎樣? 很簡單,你想一下 1oversight 即1的recipical recipical 我經常都讀了recipical recipical 就是什麼? 就是 c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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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對應於 如果是90 至180 它都會是正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它都會是正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的正 一除一個正數 是不是都是正的? 因為既然整個數本身是正的 是正的 一除這個size 其實都會是正的 可以嗎? 那就為之 第一組 我們叫做 set 1 我們叫做 set 1 呢? 是正的 如果是正的 那1over cot 就是正的 所以說 如果我們 就是當我180 去到270 它是會 正的 可以嗎? 那麼 那 那 那 我們 不想這麼亂 那麼我們 我們 解釋了 那些 後面的字 讓你們看得清楚一點 那就是說 第二個 這個quadron 呢? cosecant就是正 對不對? 第二個quadron cosecant就是正 即是0至180度 就是第二個象限 第二個象限 英文就是第二個quadron 那麼 那 set 2 就是第三個象限 那叫做quadron 3 所以我們打呢 就是打quadron 3 那 就用這個 羅馬數字 對不對? 那 即是說 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關係 tangent 和cotent 都是正的 如果第三個quadron 好了 這條題目是問沒有? 是問 secant 記得嗎? 這個是上次我們第六條 講完剛剛下課 那我們呢 今天呢 其實呢 就是study 這個set 3 set 3 就是說 當它是270 至到360 它就是quadron 4 那麼 cosi就是正 那麼 secant呢 就是1 over cos 那1 over cos 就會怎樣? 就會變成正 換言之 除了第四個quadron是正 其他的 除了第一和第四是正 第二、第三個quadron 就會是負 明白嗎? 即是說 即是說 你現在第一個quadron 會是正 第四個quadron secant也是正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study 這個secant filter 我們現在的secant filter 就會什麼呢? 就是分幾樣可能 即是說我們的secant filter 會怎樣呢? 會是大於0的 就是 quadron 1 and quadron 4 即是一寫都是正 你可以 for quadron 1 or quadron 4 而secant filter 就是怎樣呢? 就會小於0 for quadron 2 quadron 3 難不難理解的 只要你知道現在 其實它是一個倒數 cos 和secant 就是同一個障限 這裡也在說 在說障限4 和障限1 只要它在第一第四個位 它就是正 如果不是第一第四個位 那怎麼辦? 就是負 因此它現在就告訴你 如果secant filter 是這個數 這個數就會是正數 positive 因為這是第一個障限 那你滑下去滑到下面 就是這裡 剛剛忘記拍照 等等 好像剛剛一樣 手費費刷刷了 但拍不及 好了 可以抄刷了 我們現在要研究一下它什麼時候負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問題就是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做完出來,你做到一個tang2次 tang2次再做出來,你會出到tang2次 tang2次開方 這就是tang 但是先慢著,這個數 有機會是正,有機會是負 所以你前面要決定一下究竟是正 還是下面那樣 它這個位置跳在這裡 它有機會負的 因為我不知道它本身是正還是負 我要去研究它 如果這個數字是負 我們就要多冤一個負,變成正 這個就是最麻煩最核心的東西 為什麼呢?因為本身這個數字 一定是正 但是下面這個數字 tang會時正時負 所以我們要作到鬱到變成正 就要看看tang本身是正還是負 你會好像很迷惘 說白一點 現在它 它原本的數字 它原本的數字是secant 我們通常就考慮 考慮什麼呢? 這個就是0至90度 這個就是90度 至180度 0至90 同90至18 第一個就是corgon1 第二個就是corgon2 然後分開處理 為什麼我們要分開處理呢? 如果它是0至90度 我們的secant會怎樣? 我們慢慢想一下 secant就是1 over cos 所以既然cos是負 1 over cos也是正 所以1 over cos也是正的 如果第一個象限 因為第一個象限是all正的 all正 就是正的 很簡單 沒有什麼好處理 因為是正的 沒有什麼好處理 正的做下去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理 因為你全都是正的 沒有什麼好處理 正 正 正 因為tang的第一個象限也是正的 tang的第一個象限也是正的 那你就做完了 這裡沒有什麼好處理 這些是一模一樣的 問題就是 如果它 第二個象限是怎樣? 它這裡這樣寫 你先不要理會前面那一部分 稍後教你怎樣看前面那一部分 你先不要理會前面那一部分 我們 只看後面這一部分 後面這一部分其實不難的 這部分只不過是說90度至180度 因為pi over 2是90度 pi就是180度 那就是這裡說qui中的 qui中2 qui中2 哪個是正的? qui中2 qui中2就是si是 si是正 qui中2是負 tangent tangent 是負 那si的best friend是什麼? si的best friend就是 cosecant 他也是負 那cos的best friend就是secant 他也是負 那到tangent的best friend是什麼? tangent的best friend就是cotangent 他也是負 我們現在只要在第二個障礙 OK? 第二個quadget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出來了 我去到這個位置 我化解沒有問題 再化解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 就要考慮tangent是負數 因為tangent是負數 你就這樣寫tangent 如果你不寫前面這個加 這個數 就變成負數 但是上面這個數一定是什麼? 任何東西的開方一定是正數 就是說一個正數不會等於一個負數的除非 除非怎樣? 你在前面屈個負給他 屈到變去負負得正 所以這個負是屈出來 屈到你變成一個正 因為負負就會得正 所以說了這麼久 就是為了解釋給你聽 在tangent前面加一個負 就是因為他考慮tangent是quadget 所以我們就要在tangent前面加一個負 當我們去化解開方筋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比較難明白的東西 正常人是不會想得這麼仔細的 正常人只有一個答案 但是只有一個答案只有半分 因為你沒有了那一部分 就是你上面是正 下面是一個負 那你就沒有了一部分 那它有機會扣你一半的 就是可能這條數如果5分 那你就只有2.5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做齊這裡 也挺麻煩 OK? 也挺麻煩 好了 但是 原本的顏色 我們先開出來 我先開一個問題 第十二課 第六條 第六條 原本的問題 原本的問題 很短 連範圍都沒有 那你哪會想到這麼深 正常人是不會突然想到這麼深 你會覺得很淺的木枕做完 好了 接著就考慮剛才我們那個範圍的問題 我們的範圍 為什麼要是1呢? 這裡一夜講完了 很簡單 不是很深 但是你要聽得明白 先聽我解釋 好了 那是這樣的 我們 思群即是哪個朋友? 即是cos的朋友 cos我們之前背了 cos就是10-10 之前背了cos是這樣的 如果你畫圖 你畫圖 就是這樣的 畫圖 是這樣的 我們通常就 考慮這個 1 去到0 接著下面就是-1 然後上去是0 然後到1 OK 那就叫10-101 10-101 好了 我們只要專注在第一個象限 第一個象限 就是1-0 所以它的第一個象限 它這裡寫對於x大於1 看到嗎? 對於x大於1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慢慢地理解 Second 就是1 over cos 那你幻想一下 如果是0至1 那你代上去會怎樣? 它不是一個小數嗎? 即是可能是0.5 那1 over 0.5 會怎樣? 就等於2 那如果1 over 0 那怎樣? 1 over 0 1 over 1 就是1 那就是1 那它最小就是1 然後中間就是2 然後大一點就是undefined 但是全部你發現都是大於1 那就是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這個1是怎樣設定出來的呢? 就是因為我再說一次 就是原本 原本 原本 它呢 cos 是1 去到0 cos 的時候 但是現在要secant 那secant的時候 不是要是它倒數嗎? 那就是1 over 0 去... 1 over 1 sorry 1 over 1 去到1 over 0 那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1 去到undefined 就是無限遠 那這個範圍怎樣寫? 這個範圍就是x大於1 就是這樣寫出來 OK 終於我們就可以參透了 為什麼它無緣無故要寫x大於1 好了,到下面了 下面同樣這樣做 不是很難理解 不過你要聽我講一講 下面呢 就是90度至180度 90度至180度 那麼我們畫個表 就是10-10 那我們就是說 要0至-1 行不行? 那就是說cos 那它的倒數是什麼? 它的倒數就是1 over 0 1 over 0 去到什麼? 去到1 over負1 咦? 那就是怎樣? 就是由undefined 去到負1 因為1除負1就是負1 所以它就要小於負1 那你說,為什麼sir不是大於負1? 它不會是正數 它不會突然間0至負 突然間會變成正數 那既然它變不到正數 那就是說它最小的就是負1 OK? 所以x就小於負1 這裡有點抽象 有點難明白 剛才正的都還可以 一負你可能有點迷惘 所以剛才我們上課前 我不是發了一個link給你嗎? 是一個website 記得嗎? 那個website 我現在再展示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幅圖已經完美地 表示了我剛才想表達的東西 我現在share 那個website 就是這個了 那我們現在在看那幅圖 究竟是哪一幅圖 我們在看cos 和施琴那幅圖 就是我們在看這個位 1至0 那就是這個1升上去 即是我們現在剛才這個位 兩個在做 就是x大於1 在這個情況下是secant x secant x大於1 因為x和我剛才的x有些不同 那就是說整個數就大於1 那到下面 到另一幅圖 另一幅圖就是我現在 紫色下面這個 就是負數 那它得出來就會這樣的 因為你最小的0 那你就會靠近無限 負無限 而去到最大的位置負1 所以這個位置你會發現 這個位置 secant x 就是小於負1 那就可以完美地解釋 我們為什麼寫 剛才的x小於負1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圖不需要畫 你也不可能背 但是你要知道少許東西 就是說 那個cordion的問題 你不用懂得這麼深的 你懂得cordion 去 represent它是正 或是負 那就可以了 那你說如果 你最後 它有一句 它有一句 它有一句在這裏 那你也要寫的 那變了你就可能要 要少少 猜 剛才那幅圖 怎樣可以出到1 和小於負1 那 因為它答案用了x 那你沒理由這裡寫一個φ 所以你要寫一個x 但是x就是secant 所以你也要知道關係 那簡單來說 你做一下做得多 這裡其實要背 這個位置要背 就是說x大於1 就是0至90度 x小於負1 就是90度 至180度 那這個呢 某程度上 要少少背重 那 終於 我就解了很久 才解得到這裡 怎樣出範圍 那 你說會不會每次都是這樣呢 是不會的 那你說 我怎麼會知道 什麼時候要這樣 什麼時候不用這樣 那這個就衍生了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開方 好像這條有開方 那你就要注意 這條有開方 那就注意 那為什麼這裡會沒有呢 上面呢 上面第一條它沒有範圍 這個也沒有 但是去到c 它很麻煩 去到c很麻煩 它這條題目 這個位置都要給你一個範圍 但是為什麼要給這個範圍呢 邏輯就是這樣 我練完之後 我不會知道這個範圍 我練完之後 我不會知道要寫這個範圍 直至你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這裡 做到這裡 那你這裡現在要整理 那你就要注意 那你開方cars 你現在整理 你就要注意 如何注意呢?我們先看看題目 題目什麼都沒有 你不會知道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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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的 你如何去限制自己更容易計算呢? 因為我們正在做cos 那你就想回cos哪個quadgen是正 cos哪個quadgen是正呢? 不如我們想一想 cos哪個quadgen是正呢? 不就是第一第四 第一第四 第一第四可以怎樣寫呢? 原來可以這樣寫的 你看看很特別的 它是這樣寫的 它不是0至90度 它是負90度至90度 原來可以這樣寫的 是由負90度 你記得我們說是負90度至90度 原來它是想寫負90度至90度 它很聰明 原來它這樣做 當它這個範圍是負90度至90度 它這個數目一定是正 因為我們cos就會是正 所以它有點屈肌 屈去這個範圍 你就一定是正 是屈出來的 某程度上是屈出來的 就must 正 must be positive 我們說 因為這個負90度 是調回頭來數 去到這個位置是正90度 這個範圍怎樣表示呢? 就是負90度至90度 如果你用radiant mode 你就是負Pα2至Pα2 真是很屈肌、很吹脹 好像有什麼無蹤身 有在石頭爆出來的 你會很迷惘 然後你就會不太想理會 總之我做到這樣就成功了 但是這句說話其實是要加上去的 這句說話是要加上去的 行不行? 有些屈肌 如果再有什麼補充 我之後再在其他位補充 行不行? 如果這樣就沒有分政府 那你一定這樣做下去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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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限制住他的範圍 OK? 是有一點點屈肌 那你可能會問 阿sir 那我們要不再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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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機會下回分解 我們有機會下回分解 所以剛才原本的圖 你不需要背 你只要知道他那個邏輯 他會分到正 會分到負 如果好像這條 剛才他限制住現在的範圍 是在上面這一塊 即是我現在綠色 現在highlight這裡 那你這幅圖就會變成上面這一塊 就一定是正 因為他的倒數 這個範圍他就屈了 那他一定是正 好 不要令你這麼迷惘 我們這些都是青亭點水色 雖然我說得很深 實質上下面那些更重要 你說這裡很多數 很多數 那你做得多少呢 其實你應該是要做完 相信你是有耐性 慢慢做完 非常之多 那跟大家說說 Tangent六次怎麼做 Tangent六次 不要想得那麼辛苦 原來 Tangent 不是二次的三次 他不是這樣 他分了三個Tangent二次 相乘 三個Tangent二次相乘 我可以組成2次-1 然後組成1次 組成1次 組成1次 這個就是A Part 也不是很難 問題就是B Part B Part 你要in去 你會發現水蛇春那麼長 我們做的時候 其實這裡做的是 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代換積分化 你做這些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 會吃進去 哪些東西 就是D什麼出Seqen二次 D什麼出Seqen二次 就是D Tangent 所以當我們看到Seqen二次 你還未做過B 你也要知道 這個Seqen二次 將會吃進去D Tangent 因為D Tangent 就會出Seqen 所以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無緣無故有Seqen 就是我之後 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這個位置 跟我engulf 吞進去 記得嗎? 我之前說 這個字 吞小的字 吞進去 engulf 現在 engulf了進去 OK 吞進去 吞進去 你就能in 如果你不懂得吞 你就用我們上次的u 方法 將這個 let去做u 你一樣可以生產到 d Tangent 你一定可以生產到 是 Seqen二次 是嗎? 應該是u 是Tangent二次 你不應該let 那塊 是u 你應該let u 是這個 u是Tangent二次 因為你要d元出secen 二次 所以你要let u是Tangent二次 那d u就是secen二次 再乘以2x 再你要用train rule d多一次 所以整個東西要再乘以2 所以你這裏出來就是over2 因為你多了個2 所以你就要over2 那這一招有什麼啟示呢? 即是說 你要想想 我們d的有幾樣東西你要背 雖然我們說不想你背 但某程度上你也要背 那背了哪幾個呢? 我們又要和大家溫一溫那個 那個表了 differentiate engine x 就是這六樣東西我們要背 那為什麼我們要背呢? 因為我們要知道吞東西吞哪一招 你剛才吃午餐 你吃過什麼都要吞下肚子 那你也要看見那一招是什麼 你才吞下肚子 我比較糟糕你吃 難道你吞下肚子嗎? 所以 你要知道我們是為了處理這六招 即是說凡親 你看到施勤二次 你就要吞下肚子 所以我們是要看見施勤二次 我們就要想一下它的前世 我們要吞下肚子 行不行? 即是說我們背的時候 就要背後面的答案 背後面的答案 因為我們現在要吞東西進去 找它的前世 所以你就要想回 d tangent就是施勤二次 所以你看到施勤二次 吃進去就是吃tangent 同樣道理 它的best friend就是什麼? 他的best friend就是施勤和cosecant 是乘雙乘雙乘雙 你要負 他就吃負kotangent下去 吃負kotangent下去 吃負kotangent下去 可以嗎? 我為什麼說負kotangent 因為如果cosecant 二次應該是負k 如果負kotangent二次才是正的 所以這裡你要小心正負kotangent 第一,你要背 因為遲些你要背後 吞哪塊東西進去 到下面 下面 即是你看到secant和tangent 你下次要吞什麼 你就要吞那secant下去 你就要吞那secant下去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exercise 他經常都這樣寫 d secant就會生產到這個 可以嗎? 接著這個就是dx d secant又如何? d secant很簡單 即是你下次吞這個東西進去 你就會出到負kosecant d secant 以及cotangent 這六樣已經包含了所有 我們trickle的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代換積分法 因為總有一天你要學會吞東西 吞東西進去 都是這個6-1 所以你兩邊方向都要背 即是左去右,右去左 你都要背 背了這六樣 你之後的數目 你才會 沒有那麼迷惘 因為你有時候看到數目 很迷惘 不知想怎樣 一時又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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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簡單一點 告訴你 你就會清楚很多 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無緣無故要吞tangent 下去 我經過我剛才的說話 你就不會一知半解 你就真的明白了 為什麼我要吞tangent 下去 OK 所以這裏就是今天第一個要教的東西 第二件事 我剛才說 tans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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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ecant tangent 是不是很棒 如果你有了剛才這個表 你第13條 b 你見到這個 你就會看得明白 整個solution 因為你有時會拿著solution去看 以及我的solution已經傳給你 那你會不明白 當我剛才解完table 你背到secant tangent 就是d 什麼出secant tangent 就是dsecant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去理解 行不行 很棒的 即是說我所有現在substitution 吞細的那些 你應該都是一目了然 都會明白得到的 上面是沒有的 去到下面那裡有 我一次過 展示了所有 這些similar case 給你們看 那你就會不會太迷惘 之後 非常之多的重點 沒有了 整個chapter 吞東西 就是剛才那兩個 沒有第三個 OK 很沽寒 只有兩條題目 遲些可能 我要多作幾條 給你去看 OK 那這裡就是 另一個重點 我要提醒大家 OK 那就提醒了 好了 然後呢 非常之多 深的東西 這課 所以你看到 Integration 調校很久 可以 到這裡 這個 我覺得 本世紀最麻煩的 topic之一 這裡 去到十六條 我認為 本世紀最麻煩的topic之一 OK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們 懂得 in 這個東西 我們懂得 in 這個東西 但如果它的倒數 你不懂得 你不懂得 它的倒數 你不懂得 in 那為了克服這些題目 我們要怎樣做呢 就是要砌個 competing the square 配方法出來 哇 為什麼要配方法 阿sir 因為你要做到 一塊東西的二次 加另一塊東西的二次 那你就可以做到 Lat 做A tangent theta A tangent theta 所以你為了砌到A tangent theta 你首先要做一個competing the square 你問阿sir 為什麼他不給我 給你錢 這題目 不給你 就深很多 所以我要教你們的配方法 competing the square 那怎樣做呢 我們是這樣的 x2次 減2x 如果你有印象 我們是怎樣寫呢 是加中間這個數 的一半 再減中間這個數的一半 的二次 那1的二次和 1的二次就是1 即是可以不用寫 然後頭三九 你可以用配方法 寫作x-1的括弧二次 接著就減回1 再加8 那你就做到我左邊的x-1 2次加7 那你就終於做到一個這樣的數 但是這樣的數 很奇怪 你放在下面 沒有問題 那你 u是x-1 也好像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這樣 他做到這裏 他再用多一次substitution 這裏前後很麻煩 要做兩次substitution 你看到這條題目 他前後不是做一次substitution 他做了兩次substitution 我們逐個逐個例 不要急 首先 他這個位置 他這個位置 就不難的 你將整個東西變成u 那這個呢 你如果要寫出來 就是下面這個 OK 問題就是這裏跳到下面那一步 才是一個最精彩的東西 那我們先寫上去 先推高一點 不用寫上去 先推高一點 我們要解釋這個step 這個step why 我們要解釋這個step 就是因為這樣的 他要做到這個7 和他可以合一團物體的二次 他要硬砌到它是一件物體的二次 那他怎樣呢 很奇怪 他就把7 變成二次的開方 這個東西不陌生 大家 剛才已經做過一次 又二次又開方 那就是他的原生 沒錯 就是說 其實他這裏 他第一塊 應該是寫u二次 加7的二次再開方 他不見了最麻煩的那一塊 就是這塊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寫呢 因為我想這兩塊 他會抽到一個common factor 出來 他的用意就是這樣的 他用意就是這樣的 他現在寫u是一個數 他跟後面的數是一樣的 如果二次之後 那是什麼 就是開方7 就是開方7 因為他這樣二次之後 然後呢 他就沒有了開方 他就沒有了開方 那所以你就會變成 u2 其實就是7 加7 tan x 7tan theta 就是1 over 7 加7tan theta 那你就可以抽出一個7 就只有1加tan 所以他為了抽出一個7 所以他就要生產開方7 因為你要把開方7拿到2次方 所以其實真的被他弄到頭也大了 你會 無緣無故為什麼要有7 就是因為你要抽出一個7 in future in future 你怎樣可以prepare for future 就是你看過那些數 聽過我說 那你之後才能做得到 到du了 du那裏怎樣 du那裏呢 du那裏呢 我們是未做的 du應該是開方7 就照抄 d tangent 出secant 二次 那你現在就做到du 是這個數 那你就有百分子 那你發現secant二次 就可以和這個 好像 這裏差一個二次 這裏差一個二次 因為1加tan 二次是secant 那你這兩個東西 就能夠約 那你這兩個東西 就能夠約 那開方7 就不能約 就照抄的 開方7 就不能約 就照抄的 那你開方7除7 就是答案 開方7除7 就是答案 所以如果跳回到下一版 你就終於明白 這批怪獸 如何無緣無終生 有這批怪獸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最後是開方7除7 它很奇怪 開方7除7 它又不這樣寫 寫做什麼 通了上下乘開方7 就變成7 開方7乘開方7 再over7乘開方7 然後又不知為什麼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如果你問我 搞那麼多東西做什麼 寫開方7 就算了 其實是可以的 他也不知為何要這樣做 我不會這樣做 我會這樣寫開方7over7 是嗎? 可以嗎? 那接著就做 因為你剛才做的是Tangent 所以答案就是Shift Tangent Shift Tangent 那就是答案 最後還未完成 因為那個U要變回 變回X-1 因為你代了兩次 所以你要前後代兩次 這條難度係數相當之高 接近對你們來說 可能是五星星的題目 這些 比較複雜 所以 這些題目是死敵 我再重新高呼一次 我們現在做這些題目 為了什麼呢? 為了用一個配方法 competing the square 去做到它 in 但in之餘 我們要想一下 如果U二次加一 我們就不用煩 沒有那麼多東西煩 但現在問題是 這個數後面的數 經常都會變 有時是3 有時是4 有時是5 有時是6 有時是7 我們就想一下它的二次再開方 因為我們懂得把這個數 拿去 後面的數 不拿二次 後面的數 的tangent 因為我們如果 這個東西將來我們要二次 所以你要將來沒有開方 你之前的東西就要有一個開方 那你二次之後 你這個東西才沒有開方 那你D完之後 你就出到另一塊東西了 OK 見多幾次你就習慣了 不過 都要讓你看一下DSE的題目怎麼考 否則你以為我真的只有一個吹水 曾經出過的 我展示一下給你看 那 是哪一年呢 我要先按一下 可能要一些時間找一找 因為我們都是說 我現在教你那些東西 都是DSE要考 既然DSE出過 我感覺到你要做得熟 那你一定要見過這些題目 我開一開很快 因為我都要炒回哪一年 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 我希望 盡快可以找到給你看 2014不是的 2016 我找東西的時候 就當是放你們 brake 因為我找東西 就當是放brake 辛苦些了 上M2又要zoom 又要這麼漫長 又要吃完飯之後又睏眼睡 是 要你們的自律 是 有 差不多 2016是沒有的 2018 發展 謝謝 請 謝謝 請 等一下,我先分享這個screen,否則悶死你 等你和我一起找過程 我先看一下,我先把這個放在一起 我先把這個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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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有點難解僱 今年是2019 現在沒有我放棄了 謝謝 如果找不到的,阿sir 對,差不多了 我下次再找,但你先給E-Mai有這個數,因為有點難找 真的有點難找 因為太多 對 還有DSD卷by topic那些,可不可以發給我們嗎? 對 對 對 剛才M2by topic那些 對 因為不齊 我可以發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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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先說 先講 這一課 是定積分 定積分 是一個固定的意思 固定上下有數 是定積分 Definite 和 indefinite 的意思 如果你用英文就是definite 就是你當是definite 和 indefinite 就是你當它是沒有definite 沒有definite就是undefined 這個意思 什麼是定了呢? 現在這個數字 1和負1是定了 0和3是定了 負π去到π 我們要看得明白這些符號 首先我再放大一點 首先說一下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其實很容易 它有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我假設 我現在有一個拋物線 最簡單 我這條線我當它是中間這點 這個是y等於x二次 如果我從0到3 下面的陰影部分 其實是怎樣計算出來呢? 第一件事你要知道它不是一個三個形 它是這個位置是曲線 它不是直線 這個三個形 好似三個形 但其實這是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其實這個數 原來我們是用微積分 可以計算到面積出來 我們計微積分為了計什麼? 計算面積出來 OK 計算area under the graph 簡單來說是計算area under the graph 現在舉個例子 現在from x to 0 from x等於0 to x等於3 那麼我們的做數 怎麼寫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in 0到3 y dx 那麼y是什麼? y在這個情況下 y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0到3 x2次dx 首先我要說一下這個東西 原來是指面積 你才會覺得有用 你才會想讀下去 因為你現在在讀東西 如果沒有意義 你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原來這東西為了可以計算 任何一個曲線 的area under the graph 被x軸包住 還要是被x軸包住 可以嗎? 即是0到3是被x軸包住 即是你下面不要掃下去 不要掃到底 去到x軸收手 可以嗎? 去到x軸收手 可以嗎? 即是說換言之 它現在就很有用了 即是說原來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說你由0至3 area under the graph graph of y等於3x的四次 分5x等於2x等於3 即是你現在計算一個面積 而這個是一個 graph of the curve graph of the curve 曲線 它不會用直線 因為直線可以用底面積 上底加下底 底成高 除以 如果它是三個形 如果它是梯形 就是上底加下底成高 除以 現在它是曲線 曲線 就是一個不規則形狀 我們就不能用數學去做到 除了你用微積分 所以 你讀過M1、M2 你就會懂得多一點點 可以嗎? 我們為了鋪排 你最初鋪排 一堆東西是計算的 都是沒有意思 不斷上計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你會 下一課 14課 你就會知道有什麼用 我現在再發出14課 很快 因為我想說了一個用處 讓你知道的用處 你就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方向 否則 死計冷鏡 很dry 很dry 所以 我要讓大家看看 真正的用處 是 up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棒? 如果一有圖 爽很多的感覺 沒有那麼迷惘 好似這條 原來 我們是可以找到什麼呢? 那個面積 那個面積 是可以找到什麼呢? 我們現在要慢慢來 我們現在要慢慢來 他說現在球圖中 那個綠色的面積 因為題目要是pi over 3 去到pi pi over 3 在這裡,pi在這裡 好 首先我們要計算左邊 這個 然後再計算右邊 這顆星星 然後兩個數相加 這樣你就能做到 好了,我們首先講一下 這個左邊這個怎麼計算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pi over 3 去到pi over 2 因為我們現在的x 先去到pi over 2 我們先去到pi over 2 我們先停一停 那我們的額色就是這樣 y dx 是x 我剛才說過 是cos x in cos 你實識 in cos in cos in cos 是負還是淨 是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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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 是淨 淨 是淨 是淨 所以 in cos 你就會出淨 淨 這個你要背一背 好了 但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要學一件事 我們下一步怎麼寫? 我們下一步怎麼寫? 我們下一步就是這樣寫的 in pi over 3 去到pi over 2 我們是cos dx 我們就會寫sine 以前是怎樣的? 以前是加c 以前是加c 記得嗎? 以前是加c 記得嗎? 現在我們就沒有了這一塊 我們現在就沒有了這一塊 我們寫個中括號給他 在外面的右下角寫pi over 3 外面的左上角寫pi over 2 然後你就代入去 將上面的代入去 sinepi over 2 將上面的代入去 減下面的代入去 下面的代入去 下面的代入去 不過兩個數 大減小 就有智慧 上減下 這個呢 就是那個邏輯 OK 這個呢 你就會計到 sine90度 sine90度 即是010-1 010-1 sine90度即是1 是010-1 7-1 是010-2 6-010-1 010-1 就會對 910-2 2 5-2 5-3 4-5-3 010-3 這次是010-2 不,我調轉了 Size1,對 SizePy over 3 SizePy over 3是60度 60度就是開方3 over 2 對,開方3 over 2 這個答案就是1-開方3 over 2,就是這一塊 1-開方3 over 2 我們要你make sure make sure是否正數 開方3 over 2是0.8多 1-0.8多一定是正數 那就正確了 OK 這裡就是第1半 後面那半 就tricky 你要聽著,後面那半就tricky 為什麼呢 首先我先刪除這些東西 我拍了給你 如果我這裡in 就是py over 2 py 至到pi cos 你看到這幅圖 它在下面 在x軸的下面 我們有一個限制 如果它在下面,這個位置是負來的 就是因緣出來這樣寫出來,這個是負來的 所以你要在前面加一個負給它 你才能出到正 那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我們正在做一件事 舉個例子 現在我當作這幅圖 放大了之後 其實這幅圖 是被兩條 Graph 包住 哪兩條呢 大家看 這裏是 藍色 減 紅色 紅色 紅色的線 其實是y對於0 紅色的線 因為x軸 那條色 即y是0 x axis的色 是y是0 但是後面這一節 後面這一節就是黃色 同一條線 這條線都是y是0 減下面那條線 但這條線就是cosx 那我們就有個考訣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integration 就是在找 一個長方形的面積 為什麼我講長方形的面積呢 你抹大一下看清楚 如果這裏畫個長方形 這裏畫個長方形 這裏畫個長方形 它是不是好像由無限的長方形加起來 即是說換言之 如果你每一個長方形面積你會計算 如果你每一個長方形面積你會計算 這個面積就是把無限的長方形的面積加起來 很棒的 就是說我們換言之 其實這幅圖在說什麼呢 其實這幅圖在說現在這個長方形 的 底層高 即是長層闊 長層闊是怎麼計算呢 你想一想這個長層闊是怎麼計算呢 如果我放大了 這個長層闊是怎麼計算呢 如果我放大了 我再放得這麼大 可以很大的 其實就不是很難的 就是高度雙減 高度怎麼減呢 上面的高度是cosx 下面是0 所以兩個y雙減就是答案 cosx 減0就是答案 左手邊 如果右手邊是怎樣呢 右手邊反過來 是黃色減藍色 所以這個黃色減藍色 就是0 減cosx 0減cosx 就是y 這裏就是y 即是現在講的高度 講的高度 講講的闊度 闊度是怎樣呢 闊度是很微小 微小英文是什麼 微小英文就是dx 所以dx乘這個數 就好像你計算長方形面積 而你將它慢慢逐個 逐個東西加上 那是什麼意思呢 慢慢逐個東西 逐個東西加上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微積分 你要加一個蛇仔在前面 因為蛇仔就是將它累積的意思 微積分就是將它累積的意思 即是加起來 所以 整條式 就是這樣生產出來的 就是將它高的 功能 高的y 減矮的功能 矮的y 右手邊是黃色減藍色 所以就y等於0 減y等於cosx 我們不要y的 我們只要y等於0 那個0 所以就0減cosx 如果你認識這個方法 所有數 你用這個方法 每一條都做得對 不過你一定要記住 是高一點的曲線 減矮的曲線 去做那個高度 那這條色就永遠 這個闊度就永遠微小 是dx 對不對 那麼我們下課就會將這些東西 深化出來給大家看 金堂你先學住 起碼你先知道高減矮 OK 那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就有目的 如何做微積分 integration 所以可能我們要先做14課 才做13的 讓你先知道整個用處 行不行 我們dx 一定要考的用處 它有兩個 面積和體積 你一定要認識 所以我們要花很多時間 先教你面積線和體積線 因為這裡他每年都會考的 不會跳的 先認識面積線和體積線 其他東西就其次了 OK 好 不好意思 我們金堂就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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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